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。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研究机构Tech Insights11月的统计显示,2023年第三季度,中国智慧型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5%,这由于消费需求疲软以及经济前景不明朗所致。 机构表示,第三季度的跌速已经稳定下来,这表明中国市场正在触敌,预计未来将开始复苏之旅。 荣耀在第三季度以17.6%的市场份额位居榜首,出货量1120万台,同比下滑7.4%。 OPPO紧随其后,出货1090万台,市场份额17.1%。 Vivo出货1070万台,占比16.8%,但出现了25.2%的同比下滑。 苹果位居第四,出货970万部,占比15.2%。 小米是前五大厂商中唯一实现同比增长的,出货910万部,占比14.2%。 前五大手机品牌的总市场份额为81%,低于前一年的87%,机构表示,这部分市场份额被华为蚕食。 机构认为,华为第三季度,凭借其自己自足的5G手机,出货量同比飙升50%,占据13%的市场份额。 如华为能够克服供应限制,中国手机市场有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,重新洗牌。 不过,另外一个市场搅局者,联发科连续三年布局旗舰手机晶片。 联发科董事总经理陈冠州表示,公司加速全面推进智慧化,在终端云端全方位部署AI技术端云协同。 目前,联发科终端的AI算力合计4.21TOX,为了加速推动AI技术落地应用,联发科定下三年后,提升到16亿TOX的目标。 此外,在智慧驾驶、关键组件等都有布局。 陈冠州表示,每年联发科的晶片,不能21个终端设备。 此外,联发科晶片,连续三年,位居全球手机SoC市场份额第一。 在此背景之下,其于11月上旬,举办天机旗舰晶片新品发表会,正式发表了西一代旗舰行动平台天机9300。 这也是全球首款全大核架构手机晶片。 联发科称,天机9300是一款旗舰5G生成式AI行动晶片。 这是天机首款四超大核加四大核全大核AI旗舰晶片。 采用台积电吸一代四奈米工艺,拥有227亿个电晶体。 具体来看,天机9300采用一个3.25G的Cortex-X4加三个2.85G的Cortex-X4再加上四个2G的A720,没有使用效能低下的ARM Cortex-A5某某系列小核。 天机9300拥有8M三级快取加式M系统快取,相比天机9200同能耗下效能提升15%,多核峰值效能提升40%,同效能下能耗下降33%。 联发科称,全大核的架构下,天机9300的功耗比天机9200更低。 绘图处理器上,这次天机9300采用12核Emmortalis G720 MC12,1300MHz GPU,结合架构和工艺的改进。 峰值效能比天机9200提升高达23%,光线追踪效能提升46%,并且在与天机9200相同的效能水平下,功耗降低了40%。 在显示方面,天机9300现在支援更新率高达180Hz的WQHD荧幕或120Hz的4K荧幕,以及可折叠装置的双主动显示荧幕,以及Android 14的Ultra HDR显示格式。 值得一提的是,联发科天机9300平台将首发先见世界光追版。 这次生成式AI,被天机9300旗舰5G行动晶片首次采用,集成了联发科。 第七代AI处理器APU790,为生成式AI而设计,支援终端运行10亿、70亿、130亿、至高330亿参数的AI大语言模型。 通过先进的硬体压缩技术,Neuropilot Compression,大幅减少AI大模型对终端记忆体的占用,让生成式AI在端侧流畅运行。 联发科称,使用Stable Diffusion高速生成式,AI影像生成时间小于一秒。 在,联发科AI处理器APU790的加持下,天机9300,极限5G生成式AI行动晶片,可以基于基础大模型,持续在端侧进行Low-Rank Adaptation,即Low-Ray低质自适应融合,进而赋予基础大模型更加全面的能力。 此外,研发科的AI开发平台Neuropilot还构建起丰富的AI生态,支援Android、Meta、Liama2、百度文心一眼大模型、百川智慧百川大模型等前沿主流AI大模型,为用户带来包含文字、影像、音乐等领域在内的终端侧生成式AI创新体验。 由于天机9300升级到APU790,支援8倍速生成式AI Transformer算子加速,特有记忆体硬体压缩技术,Europilot Compression混合精度因的四量化技术,两倍整数运算,两倍浮点运算,达到了45%功耗降低。 联发科官方表示,天机9300已在端侧落地70亿参数AI大语言模型,且成功在端侧运行130亿参数AI大语言模型,还成功运行330亿参数的AI大语言模型。 此外,天机9300将支援生成式AI纹生图功能,可以生成表情包。 联发科重点介绍了与Vivo合作打造的蓝芯小V,这个工具已经在2023Vivo开发者大会上公布了,是OriginOS4的专属私人助理。 其他厂商方面,由于联发科在和安卓、百度、Meta、百川智慧合作,因此天机9300优化适配这些平台的大语言模型也都在同步进行。 其他先进功能上,天机9300还配备了新的安全启动晶片、隔离的安全计算环境和ARM V9的记忆体标记扩展,可帮助开发人员避免记忆体漏洞利用,从而使即将推出的手机更加安全。 网络升级更具迭代性,天机9300支援WiFi 7和5G Sub 6 GHz频段,下行链路速率高达7G每秒。 最后重点跑分方面,天机9300的Geekbench V6多核分数至高8000分,安兔兔V10高达213万分,实验室冰柜环境能标到220万分。 在如此惊人的表现之下,联发科声称,首批搭载天机9300平台的行动装置已于11月推出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援了。 谢谢。